在中华館政府的支持之下 中华館第一次基盤 我们住民做传统射击比赛 来自全国各地参赛队伍 再会在中华景观观看好上比赛 射击击卡 我们住民看他贺政会 也希望这项全国来问的活动 可以常常在中华館基盤 射击是我们住民传统的基格 还有部落中竟然有很多佣叔和射击名字 这次来自全国各地射击好手 再会组织在中华 在我们住民看他贺政会和纪园 成龙美共同基盤之下 第一次让中华出现下期比赛 今天是我们彰化县原住民 第一次办这个射击比赛活动 真的也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 来支持这个活动 今天所有参赛的选手有200多位 这个在彰化单向的这个活动来讲 算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活动 也非常高兴我们中华头的一些原住民朋友 也来这里跟我们共襄盛级 让我们这个大会能够办得非常的严满 也希望我们彰化所有的原住民 能够也是荣誉来参与 让我们这个射击 传统射击比赛能够更活络一点 因为在目前整个台湾 这个原住民射击活动 非常的夯 每一个县市 大家都办得非常的荣誉 那我也希望彰化从现在开始 能够一年一年办得比一年还要好 今天是我们彰化县 第一次办传统射击比赛 承蒙很多的长官 丽领 尤其我们的议员 非常的辛苦来争取这一次我们活动的机会 虽然这次活动是我们彰化县第一次办的活动 不过我相信在我们议员 还有我们全部旅监市的团队协助之下 可以把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严满达成 也藉由这次的活动 继续推行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传统射击本来就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藉由这个射击 大家来继续传承 把这个文化扩大 更发扬观大 看见我们外出民的朋友 大家射击的技术都非常好 除了比赛以外 还可以专业大学 大家在这里做一个练义 这是我们的主席 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 欢迎我们全国所有的兴臣 大家可以来我们尽管公园 来我们章话区 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比赛 尤其是我们现在还有童话剂 大家射击以外可以跟我们福典童话园区去赏童 我们主席传计职计会 在了提供赏童子的运动 也希望未来可以邀请全国各地 我们主席众 听听着做好中华 并且让赏童子的运动 射凯昌的在中华记性 新中华新闻将带进 何美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赏童子的运动 against b